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玩具业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对于他的离开我们都会想念他 身为美国玩具零售业龙头的玩具反斗城 因敌不过数位时代的来临 去年才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分店大量关闭或出售 上周14日才正式提交财产清算文件 让小朋友的天堂玩具反斗城走入历史 今日又传出外号玩具之王的拉札勒斯 不幸辞世 玩具反斗城表示 近日公司经历了许多令人难过的时刻 但都不比创办人离世的消息来得心痛 并赞扬拉札勒斯的正能量 对客户的热情 以及对所有小孩子的爱护 拉札勒斯靠着卖玩具 于1990年入选了玩具夜明人堂 如今人走了 玩具帝国的风光时代也过去了 然而有知名玩具公司制造商MGA 发动群众募资 要募集10亿美元 挽救玩具反斗城 我们期望玩具反斗城重新开幕的那一刻 期待能重启孩子的天堂 延续拉札勒斯的生命 继续走下去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